这个话又是怎样 其实刚刚前面讲 其实道就在我们的身上 是我们每个人都买有嘛 对不对 谁都他没有道 可是其实重点 这边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道都在我们身上没有做 大家都有 那重点是要怎么样 我们有这个道还要好得去做 这样 我们有这个道 我会不会像第一眼 我们为成就圣人一代主师 就譬如说像 世尊孔子 六祖慧能 这个大家都有道 他们都把他 当谋出来 把他觉悟出来之后 其实他们的重点是什么 靠来就是那个行 就是去做这个 你看像世尊 这个故事大家 应该都听过很多遍 就是世尊他就 他就 他就后来是什么 他会去讲道 他讲了四十九年还是几年 你看他知道这个道之后 他去把他行出来 他们是知道 所以就 哦 固守住 就是都虚了 都把他讲了 像孔子也是啊 孔子他怎么样 他知道这个道 他那个老子 他后来从老子那边 得到这个道的争议之后 他后来怎么样 他周游裂谷啊 对不对 他就开始周游裂谷 去要干嘛 要弘扬他那个道啊 所以他才 孔子才有 才有他的成就嘛 譬如说像 在两个礼拜后是道的嘛 那个教师节 九二八教师节 你看 逢子两千多年前的人 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祭拜他 不是祭拜他 纪念他 我们有哪个祖先 实际 不要说两千多啦 搞不好我们第三代 第四代以前的祖先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的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圣人啊 他们是为成就圣人 是他们有道还怎么样 还要去行道才会成就 像六祖也是啊 六祖得到五祖的一波之后 他后来怎么样 他在地的队待了几年啊 之后他又开始怎么样 出来红阀啊 所以都是 这边站在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都有道 他在身上都有道 他重点是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这个道 还要去把他行出来 不要把他当中 去里面处来被 他就是觉得你这样子就好 我有这个道就好了 其实要去行嘛 像我们赴贤人啊 他很有这个 宏观的那种眼光啊 然后也很有实验力啊 要把道路开展起来 所以我们经常有这个 这么舒适的圣堂 像我们这几年 都会跟乃希合办 一个 那个 一些青年合办 青年合办 乃希的很多 欠慕我们这个道场 然后说我们这边 那种 这个好 可能大家都感受不到 可是我们要去比较多 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真的我们这边真的很不错啊 所以大家 要好好的去那个 去 去 去 就是说那是那野心啊 那 所以啊 我们都这个道啊 很重要啊 对你来讲也很好 所以孔子他 他讲什么呢 他说我们要实求善道 就是说我们到死 都要好好的把这个道给守住 人家都改法不容易啊 所以 这边都是一些 圣人战案 他们想要去做的 那或许就简单 带一下就好 然后他说孔子他就 他就 守着这个道 他觉得 要死守善道 不可以让道不见 所以他就说 君子幽道不幽平 他说是要君主 你还乐 你还乐这个人 不去还乐三下 我们是我们 我们一般人都玩乐三下 很担心 他唱了 又没乐算了 可是啊 那圣人的眼光不一样 他们看了十四个道 他说君子乐道